145奖的继世纪木棉第256期的活动现场 我是市科协科普中心 雷军 下面我简要的介绍一下广州科普大讲坛和世纪木棉讲座 广州科普大讲坛是由广州市科协牵头主办 围绕着科技为经济社会读物的内涵 聚焦政府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重点战略发展产业 聚焦公众关心的社会热点 焦点和难点问题 邀请各领域的科技专家 面向高校 科研院所 企事业单位 政府机关 社区等举办科普讲座 满足市民的需求 营造科学文化增围 提升全民科学素质 至2005年开奖至今已经连续12年成功地举办了 144场科普报告 2011年广州科普大讲坛被市委宣传部 纳入书香阳城全民阅读活动重点活动之一 同时被列入广州建设文化墙市 培育世界文化名城规划纲要 近年来 广州科普大讲坛的多场优秀的科普讲座 已经被纳入了我们广东省干部培训网络学院 培训的课程 世纪牧棉学术系列讲座 创办于2003年9月 作为广东省十大校园文化品牌活动之一 世纪牧棉学术系列讲座 是竞选科剧与人文魅力的学术殿堂 是与民人共续成功路的交流空间 是前瞻最新学术成果 助推课外科技活动的传播舞台 是传统观念与创新思维自由碰撞 融合的思想盛宴 让深深学子博学 以名古今之海洋 格物以至天地之精华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 实施食品安全战略 让人民吃得好 吃得放心 为此 本讲坛邀请了食品行业国际顶尖科学家 向公众普及食品工程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 那么今天出席我们今天 讲堂活动的领导嘉宾有 欧洲人文和自然科学院 欧洲科学院院士 爱尔兰皇家科学院院士 波兰科学院外籍院士 国际食品科学院院士 国际农业与生物系统工程 科学院院士 孙大文教授 广州市科学党组书记副主席 陈爽博士 广州市科学党组成员副主席 张勇 广州省食品学会 名誉理事长 曾庆孝教授 广州省食品学会理事长 李便生教授 欢迎各位的到来 本期讲堂的主题为 现代食品工程的热点研究及进展 主讲嘉宾孙大文院士 是国的外具有影响的 食品科学研究顶尖科学家 国际著名期刊 食品与生物加工技术 创刊者和主编 是国际上该领域 最活跃 最助创 创造力 最有影响的学术代工人之一 领导着食品和 生物系统工程领域的 世界水平 在国际同行中 享有极高的知名度 在2013年 在2014年担任数有农业工程界奥林匹克之称的 国际农业与生物系统工程学会主席 成为82年来被选为主席的首位中国科学家 2010年孙大文被全球150多家中文媒体共同评为全球海外华人社区十大新闻人物 2013年获凤凰卫视颁发的影响世界华人大奖 2013年孙大文荣获食品冷冻领域最高奖项 冷冻食品基金会冷冻研究奖 成为美国本土以外首位获得该著名奖项的科学家 他还被授予食品工程研究领域的最高荣誉 国际工程与食品协会终身成奏奖 这一奖项是为表彰世界上杰出工程师为食品工程的贡献而设立的 孙大文院是现任华南理工大学教授 博导现代食品工程研究中心主任 广东省冷电食品质能感知与过程控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 广东省省级现代化农业产业技术研究中心主任 广东省农产品品质 智能感知与精准控制现代农业科技创新中心主任 广东省食品学会首席专家 广东省农产品保鲜物流共性技术创新团队的首席科学家 爱尔南国际国力都柏林大学食品与生物系统工程中心教授 智工党中央委员 中国桥连特聘专家 国务院桥务办公室海外专家咨询委员会 接下来我们用热烈的掌声 有请曾大文教授为我们做报告 有请曾教授 teatera 小共产品川 FEMA 谢谢大家 首先非常感谢主持人这个热情洋溢的介绍 我这里列的基本上都是在国内的职位 实际上大家可能也知道我是来自爱尔兰 我也不知道怎么在座老师同学有多少知道爱尔兰 因为爱尔兰是一个非常非常熟的国家 以前我回来讲学的时候 首先总是要图集一下真实在爱尔兰 爱尔兰在什么地方 因为爱尔兰是一个很小很小的国家 很多人都觉得爱尔兰是英国的一部分 实际上爱尔兰不是英国的一部分 爱尔兰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我记得当时刚去爱尔兰的时候 中国人特别少 我大概是我是1995年 我1995年去的爱尔兰 对爱尔兰当时呢 我是无一的一位佛人在爱尔兰大学 拿着终身职位救资 后来就提醒到救授了 也是成为爱尔兰历史上首位佛人救授 当时刚去爱尔兰的时候呢 因为中国人特别少 然后爱尔兰对中国人呢 对中国不是特别有解 日本人非常多 爱尔兰夏天非常非常非常漂亮 真是天坎 然后日本人就到那边去旅游 还有呢就是 他们一般都是夏天就到那边学云 所以刚开始去的时候 我经常被他们认为是日本人 走在路上经常会 爱尔兰特别的事情 走在路上经常会 有一个人就跑出来了 are you from Japan 就经常这样问我 后来呢我就 刚开始来跟他解释说 我是中国人 后来我就告诉他 我说 我说我告诉你一个秘密 中国人跟日本人有什么区别 他们说什么区别 中国人一般长得比较高 日本人呢 一般长得比较矮 他们还问 多矮 这么矮 所以我说 你如果以后了 在路上走路走路 然后看到这个 黑头发 黄鸡腹 个子这么矮的 全部都是日本人 他们还真 有点像是 那 我们现在就说 现代室体工程研究热点 那我这里 跟大家主要介绍的 就是想介绍 因为食品工程是一个 非常非常非常大的领域 那么你又全部介绍 没办法 所以我这里呢 就挑了几个方面 主要就是我们自己的研究工作 因为呢 刚才主持人也介绍了 在食品工程 领域方面的研究呢 实际上世界上 很多人都在跟着我们的工作 所以呢 我主要就是介绍一下 在光潮体工大学 现代室体工程研究中心 开展的一些 研究情况 我是2011年底 作为广东省体竞争台 被移进来的 然后我们在大学生的2012年呢 我们就出建了 这个现代室体工程研究中心 那么是在大学生秀 七一八棟 我们有这样的一些设备 跟研究研究室 就是有高光股无数检测 这个我等会详细 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些东西 拉曼 拉曼成像技术 微波食品加工及安全 食品等的涩体处理 新型冷冻冷链技术 气球包装技术 还有食品低碳体系的 这些方面的研究 这个呢 刚才主持人也讲的 就是说在过去 这个几年里面呢 我们这个团队发展的 非常迅猛 虽然获得了几个省级研究平台 那主要方向呢 这也是我等会就跟大家介绍的 主要方向就是 食品无数快速检测技术机装备 文化 新型食品冷冻冷链技术 食品低碳体系建设 还有呢 就是微波食品安全工程 那么高光谱成像技术 这是什么东西呢 这个呢 我们知道现在 我们学食品的 我们 一道实验室去 我们操作的设备 像 打个比方说 我们要测这个物性 测这个硬度 我们用硬石装 对吧 它是一个冲压设 冲压设的设备 一冲呢 这个样品就 不能再用了 所以呢 自动检测手段呢 我们就把它定义为 是破坏性的检测手段 打个比方说 我们现在又看 一个芒果的颜色 你看芒果的颜色 上面是 不同的颜色 对吧 那么你又看 你如果用那个 用那个 制度液 你就得测 很多很多很多点 然后呢 来进行平均 另外一种方法呢 你可以把它打碎 然后来测它平均值 像这种检测手段 做完以后呢 这个样品都不能用 这是第一 第二呢 就是 我们这些样品呢 不能在线检测 在线检测是什么意思呢 在线就是说 在这个生产流程 这个生产过程中 能够随时的 检测它 检测到它的质量 或者检测到它的品质 就是在生产过程中 所以我们传统的检测手段 就是没办法实行 在线的进行监控 只能是离线 我们就离线offward 只能离线的监控 那么这是它最大的缺点 我们在国是比较少做这方面工作的 就是说高光谷成像技术 就是一种非接触性的 非破坏性的检测技术 那么这种技术是什么技术呢 这个技术实际上呢 这是我在2000年左右 我在爱尔汗的时候 首先就在做计算机视节系统 那么计算机视节系统是什么东西 那时候计算机视节系统是非常非常新的一个领域 但是呢 现在计算机视节系统在我们食品行业已经用得非常普遍 而且在日常生活中也用得非常普遍 那是什么东西 就是成像技术 成像技术现在很简单了 我们的素法相机一拍 拍出来就是有一个图像 这叫成像 成像技术 就是通过这个图像来看这个食品本身的质量 或许是安全 那么成像技术 有一个切线是什么呢 就是成像技术 我们能看到的就是颜色 大小 尺寸 形状 就是这么这些外面的指标 所以呢 我们现在这个成像技术用了很多 像桌梁技术 对吧 我们现在去办什么证件 或者说我们到机场里头观解 它会少一下跟你成像技术进行比对 然后就能判断出你这个人是不是你 你那个成像证上面那个人 这就是就成像技术 那么成像技术呢 我在埃尔兰是最早的把它用在食品的检测机块 做很多工作 包括了我们最早把成像技术用到披萨饼的检测 披萨饼大家知道吧 就是医生克里头吃的披萨饼 我们都很喜欢吃 当时为什么会做那个呢 就是披萨饼呢 它是 它在生产过程中呢 就是一个饼机 就是我们那个 这个饼机 这饼机在上面以后呢 它是自动化生产的 一个饼机 圆形的一个饼机 就是那个面饼啊 就是一个饼机在上面 然后呢 它就是上面不是有很多topping吗 有很多像青鞠啊 黄鞠啊 什么什么什么 方切酱啊 什么那些东西 它就是鞠 黄鞠 然后就转青鞠 黄鞠啊 然后就是直接topping 我们就topping 就吃了 然后呢 当时想到这个 这个特点就是 因为你披萨饼上面 特别是那些奶酪 你那个奶酪 不均匀不均匀 影响到我们这个 最后烤出来这个披萨饼 吃起来好不好吃的口感 所以呢 它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指标 它当时在做这个项目的时候呢 就是我到 我到他们那个 那个工厂里头看到 他们就是用人工检测 就是 这些过去以后呢 最后 它是用人工来看别 这个披萨饼像 吃肉上面分布 金布金米云 这个 黄鞠酱 吃肉很精英的分布 如果说不精英 它就 人工的把它剃掉 那么 因为呢 比如我在这个超市里头 因为国外动的鸡饼很多 比如说在超市里头 就会是肯定 用买一个看起来好看的鸡饼 这个除了这个外观之外 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它 它烤热以后 这个口感 比如说 这个上面这个六度金米的话 它是影响到这个口感 那么 当时呢 我们最初就把这个 GLG4接系 继续用到 披萨饼的这个快速检测这一块 但是做的 这个是世界上首次 把这个GLG4接系统把它用到 这个披萨饼上面 然后我们就一直在做 做到作品 做到作品 大概是在2008年 在2008年做作品的时候 已经觉得 已经当时就碰到一个瓶颈了 就说 就说我偏看外观 我偏看颜色 形状 是最大的 这些都没有问题 但是我当时的想法 就是要看它的嫩度 看能不能通过 图像处理的手段 来检测 它这个肉体的嫩度 特别是在国外 这个牛排 嫩度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这样就当时想 能不能检测它的嫩度 然后做了很多工作 做了 就是确实这个瓶颈 后来就想到了 在这些技术上 应该再结合一种 另外一种技术 那么就是光谱技术 光谱技术我们 如果你们写食品的同学 光谱力我们用的很多 就是光谱技术 光谱呢 跟这个 我又介绍的这个 有什么七点呢 光谱呢 是点的技术 就是我们这种侧点 光谱还有一个 一个特点呢 就是光谱 通过光谱可以防映出 食品的成分 食品我们知道 主要 主要成分 水 对吧 这个potent fat carbohydrate 等等这些东西 这些成分 它是光谱 本身可以防映出 这个食品成分 所以呢 如果把光谱技术 跟成像技术一结合呢 这个呢 就我们不仅可以看到表面 我们还可以看到它的悟性 所以呢 高光谱技术呢 就说 说得简单一点呢 就说 我们用目前用我们的手机 来拍这个图像 可以看到这个东西们 老师们 女孩子们都长得非常非常漂亮 出现上面可以看出了 但是呢 如果我把这个光谱 跟它结合在一块 那么我这个高光谱 呈现技术 看到的 不仅仅是 非常漂亮 我还甚至可以看到 可以看别 你的像 女孩子们喜欢 这个脸上水 润发润发的 对吧 水分很多 所以我都可以看到 看出来 还有呢 可以看别 你穿的衣服 就是 我可以看到它的颜色 我还可以看到 它是用什么 六子做的 因为呢 光谱本身能够反映出 它的成本 所以呢 这两个技术 一结合起来 用在我们食品这个领域里面 那这个用户就非常非常多 那么这就是 高光谱成像技术 就是言语就是这样的 高光谱成像技术 这个呢 我不知道 我们在座的有多少是 那个 因为是科普性的 基本上都是 起出来 我们数码上去扫出来 现在不是多少个M 这个扫出来 那是海洋的数据 所以呢 它是一个三维的图像 两维是 是尺寸 它有意味着 就是光谱 所以呢 每一点 我们都可以看到 它的品质 那我们 我做这个工作呢 是世界上 最早 做这方面工作 的科学家之一 我是刚才讲的 是2008年开始做 这个是 每年书版 有关这个高光谱成像技术 在食品中的应用的一个 文献统计 你可以看到呢 这个技术非常非常新 2000年左右 看到没有 这2000年开始有S1工出现 我是 08年时候开始接触这一方面的 研究工作 所以08年 你可以看到 然后我们 我团队在海洋团队 这里大部分都是 我在海洋团队 报告的路门 那么现在就已经很多了 这个技术呢 现在可以用到 这个果蔬产品的品质检测 肉品的那个品质检测 谷物啊 这个水产品等等 下面呢 我会挤一些具体的荔枝 那首先呢 我们来看这个广东的荔枝 我们知道广东的荔枝呢 是化效期非常非常短 所以呢 广东荔枝的保鲜 一直是一个问题 我当时做这个广东荔枝 做这个荔枝呢 我是基于一种 这样的思路 就是说 我们荔枝主要的问题是 荷变 那么荷变呢 可能不同品种的荔枝 它的荷变 潜能是不一样的 有些荔枝呢 可能两三天它就荷变了 有些荔枝呢 可能潜能第一 可能它就是四五天 六天后才荷变 那么在重新化下呢 我就试图说 高光谷生产技术 能不能来检测 这个例子的荷变 就是说 不是说到它荷变以后 我才来检测 而是说 采摘下来以后 我就来预测 它具体的荷变 程度怎么样 是两天后荷变 五天后荷变 还是怎么样 如果荷变以后 它会严重到什么程度 这个呢 我这样说呢 可能有些同学 不能理解这有什么用处 实际上这个用处非常非常大 因为呢 如果说我能够把这些采摘的荔枝 给它跟出来 有些五天后才荷变的话 那么我们这些荔枝就能运到远的地方 大大的这个 这个矿大的修售当局 如果说荔枝本身 荷变 采了两天 或者一天 就会荷变的话 那我就在本地修售 那么实际上这个 这个经济 这个 这个应用 应用价就是非常非常高 那么这是我们的一些结果 你看看 这是水分的 这个 这个技术最大的一个特点 就是通过颜色 我们水分用眼睛 我们是看不到的 但是呢 我们通过一系列的处理 完了以后呢 我们可以通过颜色 来表示它这些变化 像这个就是 大家再看一下 这是水分的变化 刚开始 红色呢 就是刚刚采了下来的 你可以看到 这个红颜色就是水分是高的 然后这就开始脱水了 表面上 第四天 第五天 这个湿水就很严重了 所以呢 就是说 这种技术呢 它最大的特点就是 可视过 我们就可视过 就可以观察 而不是说 不知道 我们传统的检测手段 都做不到这一点 但这是又经过 一系列的数学手段 才能实现这样的观察 那么我们还把它用到香蕉 因为我们知道 广风香蕉 也是特变 也是比较严重的 虽然这个是 有光香蕉的特变 一天 四天的情况 还有呢 这个呢 是米古桃 米古桃 我们这里是看什么呢 你可以看到 我们这里有几个图 上面是果糖 然后是 上面是葡萄糖 这个是果糖 这是质糖 的糖量 我们通过一系列手段 可以看出来 你可以看到 因为这个糖分 红色呢 红色看到没有 这个 右边这个 右边这个坐标 右边这个坐标 红色就是 就是这个量比较高 蓝色就比较 说量比较低 所以在成熟过程中 一天 十天 你可以看到 在成熟过程中 它就是 甜度就慢慢慢慢增加 慢慢增加的话 它这个糖的那个量 就越来越多 我们可以做到 把里头不同的糖分 都可以可视化 这是另外一个例子 这是米古桃 这个呢 就是 我们知道像 我们做很多 腊肉 或者说 那个咸肉 对吧 腌肉 腌肉这个是 肉品的腌制过程 肉品腌制过程呢 我们这里看什么呢 我们这里看的就是说 腌制 盐 盐粉进气以后 它就去分布 经过精力 主要是看着 那么这个 这个也有一个 这是 这是sort content 15分钟以后 30分钟以后 你看到没有 这个盐 就分布 不经 可以看到 比较明显的 看到没有 然后盐粉进气以后 再盐制过程 10分钟会出来 你可以看到 这个10分的分布 刚开始是均匀的 然后这10分分布 就慢慢地 不经营了 因为盐粉能够 不经营时 会中布 也就不开的 不经营 这180分钟以后 所以呢 这个呢 这个呢 就可以用来 动态地监测 我们这个 市场过程 在质量上 可以进行 监控 除此之外呢 我们还有一些突破 一些突破 什么东西呢 把比方说 像这个 我们 这是我们亲戚的工作 就是冷冻 冷冻 就是冻结 在冻结状态下 冻结状态下 我们通过这个技术 没有不解冻 情况下 我们可以看到 可以追溯到 它原来 那时候冻结 在什么情况下 冻结的 这个是 我们知道 冻结 我更会讲到冻结的 但这个呢 就是我们可以做到 这一点 就是说 不需要解冻 然后我们来看 它的品质的质量 除此之外呢 我们还可以分出 冻完以后解冻 然后继续再冻 在冷冻结块 这个是 很忌惠的东西 我会讲 在冷冻结块 那么 冷冻食品 解冻完了以后 再又重新冻 又再解冻 我们可以 把它分出来 解冻一次 解冻两次 因为它的光谱 它光谱 出来的 那个 指冻性 其实不一样 所以呢 我们通过这个技术 我们可以分出来 还有呢 这个肉品 鸡肉 鸡肉像 我们有一个研究是 土鸡肉 跟那个饰养的鸡肉 能不能分出来 土鸡蛋 跟饰养的鸡蛋 不能分出来 我们是可以 把土鸡肉 跟饰养的鸡肉 给分出来的 可以把它分出来 还有呢 就是 大米 品质的识别 我们有东北大米 南方大米 等等 这个呢 我们可以 可以看到 这个是 普通大米之间的 区别 还有呢 鸡鸡 就是 它的应用范围 实际上 应用范围是非常广 当然呢 就是说 你 最关键 就是我刚才讲的 高光谱成山技术呢 它里头包含了 海量的数据 所以呢 就是 CEO 就CEO 非常好的数据 窝掘手段 就是 Data Digging 就像我们 窝折一样 把 窝金子一样 在窝矿里头 把金子 怎么把它找出来 所以呢 它是海量的数据 那么 里头有很多 很多数据是没有的 而且 甚至是会形成干扰 对我们 这个 又判别的话 会影响到我们的 判别 那么如何 把里头 有用的数据 给挖掘出来 就像我们 小型之前 这是里头 最关键 所以呢 如果说 这一步 做得好的话 这一项 实际上 这个技术 可以用到 几乎是 所有的食品的检测 这个是 水长品新鲜度 水长品新鲜度 这一块呢 就是说 因为新鲜度 是一个综合的指标 综合的指标 虽然当时 在做这个 这个项目的时候 就是说 如何来表征 这个新鲜度 因为新鲜度 新鲜度 是一个 一个比较 比较复杂的 所以我们 当时就 搞了这个 几种不一样的 跟新鲜度 有关的 指标 结合起来 来表征这个 水长品的新鲜度 像这个是 草鱼的 这是商人品 商人品的 这个 脂肪酸的 可视化 可以通过颜色 可以看出这个鱼 那么这个用起来 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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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有用了 就是说 我们可以开发 这个仪器 对吧 然后通过 这个如果 手提式的仪器 到超市里头 就会是 现在最关心的是 鱼心 心不新鲜 就拿出来闻 靠这个鼻子 来闻着味道 那么这个技术呢 可以开发 是索皮式的 照一下 新鲜度怎么样 可以通过 不同的级别 或者可以通过 不同的颜色 这样来表示出来 这个新鲜的 不新鲜的 或者什么之类 这个是可行的 还有呢 这个虾仁 你可以看到这个 冻虾仁 冻虾仁 苦败的 新鲜的 虾仁 这个是 这个是没有 就是 这个是通常 我们用那个 手机 或者说 数码相机 拍出来的 你是看不出来的 看不出 哪些是新鲜的 哪些都新鲜的 那么 经过一系列 这个 高光谱技术 然后进行处理 以后呢 你就可以看出 这些细节出来 还有呢 我们开包的 这个设备 这是我们 是我们开包的 这个设备 这是自己面前的设备 我们现在已经 有那个 有改良了 这个之类 这是实际上 这个设备 当时我们在 做鉴定的时候 我们是把那个 冷鲜肉 还有 还有 冻了以后 解冻的 肉 这个 这个 在超市里头 你偶尔会碰到 就是冷鲜肉 然后呢 超市里头 会把这个 冻了以后 把它解冻 弄了以后 把它当成冷鲜肉 来卖 但实际上品质 是似乎有差别的 当然 我们作为 它是看不出来 看不出 两者之间 是有差别的 当然呢 通过这个 这个 接冻的时候 我们是把 冷鲜肉 动了以后 解冻的肉 跟冷鲜肉 给它捅在一块 然后 通过这个机器 然后它就自动 给它分出了 除此之外呢 我们还把这个技术 衍生到这个水 这个水场的养殖 水场的养殖 环境 因为水场就是水底啊 水底的质量 对这个影响到这个水产品养殖过程 现在目前就说有几乎在线检测呢 它水产品在现在目前的那个检测手段还是比较差的 而且呢 水底里头 这个 腐质霜呢 浓度和分布 而且呢 通过颜色 刚才也讲了 这颜色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手段 通过颜色来 看出来 很直观的 这是我们开发的这个养殖房间有机物光谱检测技术 这是我们开发的设备 那这个技术呢 现在我们在此技术上我们又往前走的一步 是什么呢 因为我们想把这个技术用到农场 浓油长流这一块 微量元素这一块进行检测 然后我们碰到的瓶颈 就是到目前为止 我们没办法打了比较好的秀 所以呢 我们又把这个技术往前又推了一步 就是用拉弹成像来做这个检测 拉弹技术呢 可能大家用的比较多 有些有些同学用过 有些老师用过 但拉弹跟成像结合 就是非常非常新了 就是你跟刚才一样 你从点到面的变化 这个差别都非常非常非常大 所以呢 我们现在就是用在拉弹 像我们现在可以用这个 我们这个这一块呢 也是刚刚进行了这个 这两三年的工作 所以工作还在继续 学习跟进步之间 拉弹成像呢 这个是相对的黑帮病 我们这个现在是可以做出来 还有呢 我们跟材料结合 跟材料科学结合起来 因为呢 拉弹成像最大的一个问题呢 就是他信号非常多 特别是长 农长 故意量的时候 他信号很多 你量很多的时候 我很容易给他找出来 那你如果说量很少很少很少 很少的话 你怎么把它找出来 那么因为他信号 出来的信号非常非常多 那么你就很难了 所以呢 就涉及到如何在进行这个信号增强 如何通过一些技术手段 把它信号的增强 然后这样的话 我们才能把它找出来 官方是找不出来的 那么我们现在是跟材料科学结合在一块 如何在信号增强这一块 来做一些工作 像我们现在是可以做这个 食用里头的那个 本体底的检测 这是我们现在也都有论文 还有就是这个农场 这个农场现在也是实验室里头 是可以检测出来 而且效果是很好 而且呢我们这些仪器设备 就是开发的这些仪器设备 我们是都是通过这个 制品报告的 通过鉴定都有这个 检测报告 那这个检测这一块呢 实际上无形检测还有很多手段 我这里介绍的仅仅就是我们实验室 还有呢我这里本身在做的一些检测手段 世界上还有用什么CT啊 把CT用到这个食品里头来啊 把这个核实工程来用到食品里头来啊 这些全部都是成像技术 也可以用到这里 但是呢我做的这一块呢 就是在国际上 就是比较正闻的一些 下面呢我跟大家介绍 就是新型食品冷冻能电技术 那么第一个技术我想跟大家介绍的就是 真空预冷这个技术 真空预冷这个 我们食品 食品又冷却 食品实际上是一个很难的事情 可能大家没有注意到这个事情 像我们有把一颗一颗白菜 从田里头摘下来以后 又把它冷到适当的储存浓度 如果用传统的冷却方法 实际是很长的 这些书它为什么有冷 可能大家再问 如果说不是些食品 为什么有冷 所有这些火书 它都是有生命的 甚至是我们采摘以后 它一直在呼吸 一直有这个呼吸 我们就有飞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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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有些果蔬它的呼吸是很厉害的 所以有些果蔬像草莓你放两三天 它就开始在长领底下 或者说在高领底下 它就很快很快 它就这个变化 就是因为它呼吸强很强 那么为什么又发展轮廉物 这也是我们国家一直在推动的轮廉物流 特别是为什么说这个轮廉物流这么这么这么重要 就是因为又抑制它的呼吸程度 把这个踩在往的以后把它呼吸降到最低的程度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它虽然就很慢很方便 那么食品这一块呢就是食品 食品的冷却是一个非常难的问题 为什么呢 主要涉及到一个物性 物理性质 就物性 物理性质 物理性质是一种物品 物有的一种性质 是没办法改变的 我们就物性 如果中学习过 大家都知道 physical product 物理性质 那是没办法改变的 这是打扰比方说体重啊 这些就是这些物理性质 它是不分 我们每种物品都有相对应的一个物理性质 那么我们在冷却过程中 冷却过程中碰到的一个物理性质是什么呢 就是导致系数 导致系数 导致系数呢 是什么东西 导致系数呢 就是用来衡量 这个物品 把质量给起走 或者导进来的能力 那么我们食品的导致系数 实际上是非常低的 导致系数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打扰比方说 我们现在在房间里头 我们都知道 室温都是一样的 对不对 室温的一样 我现在就说摸一下 摸一下这个麦克风 你摸一下 我不知道你这个凳子上面有没有金属 如果有金属的话 你摸一下金属 或者你的幼石把那个 把那个 那口袋里的幼石摸出来 拿出来 你摸一下幼石 然后再摸一下你这个 靠背 你发现什么东西呢 发现什么现象 发现这个 是凉的 对不对 金属是凉的 对不对 但我刚才讲了 我们房间里头 温都是一样的 你摸的那块金属的表面温度 跟你摸的这个 这个靠背 的表面温度 是不是一样 是不是 有多少人说不一样 记手 有多少同学 或者老师说不一样 我看很多人都在游头 但你不敢记手 我看你们几位同学 都在游头 还有不少人说是不一样 为什么不一样 房间里的温度是一样的呀 你如果用 你如果用一个温度计来测 温度计来测 放在哪里 二十五度肯定就是二十五度 四五里头 我们这里 空气里头 包括表面温度 表面温度 应该都是一样的 所以你感觉 你说不一样是错的 不可能是不一样的 OK 都是一样 表面温度都是一样 都是四五 都是房间里面的温度 那么为什么你摸这个摸起来 会觉得冷 而其他地方像这块这块摸起来 就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线下 这就是我刚才又跟你说的 这是悟性 在其作用 就是 我们手的 手的温度 人体的温度多少 三十六度 三十六点五 三十六 三十六 三十六点五 人体的温度 手表面三十五度 就是三十六度 答案比方说三十六度吧 我也不知道是三十六度 还是三十六点五 反正就是表面 手的温度都是一样的 对吧 那么我手跟这个物体接触 就形成了一个温度差 就是温度差什么意思 温度差就是说 温度两个物体之间温度的差别 这就是温度差 就是手表面上的温度 跟支 跟这个麦克风表面上的温度 形成了一个温度差 那么这温度差呢 就是导热的一个提动力 它就会 因为温度有差别 所以就会把热量 从你手上给取走 那么 导热系数我刚才讲的 导热系数呢 就是一种物性 是衡量物体 把热量给取走的能力 那么金属 我们知道 金属的导热系数 非常高了 金属的导热系数 是三位数 三位数 OK 都是买的 食品的导热系数多少 食品导热系数还没有一位数 食品导热系数 平均如果没有动机 就是说没有能动的食品 导热是0.5 what per meter per k 我 一写干 你 在k 很多 大家都读过中学 知道这个单位 对吧 我 我特 对吧 然后一写干 每米 每米每度 多少 我特 这就是说 每米每度 把它吸走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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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量 那么这个 因为金属的导热系数很高 那么我一接触的话 我一接触的话 它会很快的 很快的 把这个热量 从我这个手里头 把它给导走 把它传到这个金属上面来 那么 为什么你会感觉到凉 因为热量给起走了 手上的温度降低了 所以你感觉到凉 不是这里凉 OK 这里是室温 是我们房间里头温度 你感觉到凉 那是因为 本来是36度 我一接触 热量被这个金属给拿走了 被拿走了 所以呢 手表面上的温度降低了 所以你感觉到 手是凉的 不是这里是凉的 那这个呢 也是一样 你摸一下 它也给起走 但它起走的速度很慢 所以你放在这里呢 它还是36度或者35度 在一分钟以后 它可能35度 算你感觉到是热的 我放在这里 一分钟以后 它只有30度或者25度 算你感觉到凉了 那么这就有 你们你们都去过景区 有没有 酒在锅啊什么之类的 酒在锅 有多少人 因为我自己去过酒在锅 我知道 网上的锅火表演 旁边弄一个木炭 烧着火烘火烘的 然后就有一个人 他会在上面 比破两下 好像是硬工之类的 往后他就在上面 对吧 都经历过这个事情了 OK 可能都看过 实际上我告诉你 你说盘子大的花 你脱了血洗 同样可以在上面 一定问题都没有 为什么呢 木炭的导致系数非常低 就是说 木炭当时表面宫度是 可能是160 你踏上去以后呢 你踏上去以后呢 它会把一份热量 传到你酒房里 但是呢 剩下的热量 它会补充上来 很难 因为它导致系数很低 它没办法 及时地把这个热量 补充到表面来 所以呢 你在这个木炭上面跑 是一定问题都没有的 OK 但是呢 你如果下车器 它那样跑 你够它 你不要跑 你站在哪里 不要动 看会怎么样 为什么呢 因为呢 你站在它有时间 把热量又传到了 这个木炭的表面 然后再传到你 这个酒房上面 虽然它又速度快 这样跑过去 你帮另外一个热量 你也可以说 你放一块铁板在那里 你试试看 因为铁板导致系数非常快 你踏上去很快 热量系数的马上补充 热量系数的马上补充 一下子就会很傻 所以像这种 实际上很多现象 你如果说 知道它的原理 很多现象 你都可以解释 你们大家都看过一个视频 动铁变活了 对不对 都看到了 网上疯传 那也是五颗鞋 跟那个在木炭上跑的一样 是一个五颗鞋 我告诉你 为什么是一个五颗鞋 它是动鞋 因为我刚才讲的 食品的导致系数非常低 0.5左右 冻结黄的以后是1.5 大概1.5 那么这个鱼本身 可以放到那铁板里头 它瞬间有面上 就会冻定了 但是呢 它又经历过 比较长的时间 或者很长时间 才能冻到里头 OK 所以呢 它 那个鱼 放在液态的里头 你看它是硬斑斑的 但实际上 它里头 温度 还是鱼本身 那个温度 所以又 那个气光没有被损伤 所以呢 它放到水里头呢 等到表面解冻 放在里头呢 表面上它是会受伤的 但是呢 它只有气光不受伤 它同样是支配里头的 你若下次有人 在你这个面前做这个实验 你说好 请你把它放到月太大里头 放两个小时以后 你再把它拿出来 放水里头看 它会不会有 肯定不会有 OK 百分之百的不会有 它只是瞬间的 表面上动力 所以这个呢 这个呢 你若要懂的话 懂这些东西 你看 像当时有人把这个视频话 我告诉他 这是五颗鞋 就是表面上 因为它又把它动到里头很难 稀有时间 它只是瞬间 而且液态弹是 动作很低 铺的一百 铺的一百九十五度 可能是 大概这个方位 算一 放到里头 瞬间 表面上就动硬了 但里头气光是一天 都没有的 然后放到水里头 一解冻它就活了 它就肯油了 这个我知道大家都看过这个食品 那么 就我们回到这个 这个针铺软件的地方 就是 为什么会开发这个针铺软件呢 就是说 我们传统的食品 又把这个质量给带走 稀有 时间 但是呢 果蔬 踩在弯以后 为了延长它的挂架期 你是越快 越迅速地把它降到 这个 呼吸抑制的温度 那个温度 越快越好 那么这就存在一个问题 就是 传统的冷气方法 传统的冷气方法 我们经常看在冷气方向 水冷啊 风冷啊 什么这些传统冷气方法 都是基因导致跟对流 对吧 这个我们中学里都学过 传统有三种模式 导致对流否则 就三种模式 那么传统的 它是基因对流跟导致 就是说 从冷 就是说我们用冷风 来冷这个蔬菜 它是冷风 把这个蔬菜表面的温度降低 往了以后呢 从蔬菜的表面到里面 它是通过导致 把热量给起走 那么这就存在一个问题 我刚才讲的导致 细数 现在 因为我没有手机 现在是用了 快到视频是吧 OK 我说快一点 所以 现在真空冷气这个呢 就是我们通过一种 不一样的冷气手段 传统的是对流跟导致 我们这是通过蒸花的 蒸花 蒸花的那个方式 把这个热量给起走 我们知道水的潜水很大 一丁点的水 一下子 蒸花就带走 大量的热量 那么真空冷气呢 就是 它的英语呢 咱们煮饭 你们都有这个经历 你还是煮过 高压锅都用过 对不对 高压锅 用过 高压锅 为什么煮饭煮得很快 有没有同学 能够回答我这个问题 为什么高压锅 煮饭 树不快 为什么 没得想回答这个问题 那我就 高压锅 煮的快 那是因为 我们知道 在一个大气压 就是我们现在这个状态 水的汇烫温度是100度 对吧 压力也高 随着贵吨温度就也高 那么高压锅呢 就是人为的 来制造一个房间 使到我 真主这个房间里头 它的压力 是比一个大气压高 也就是说 它里面 就是贵吨的温度 是高于100度 那么我们知道 温度也高 它这个真主是 所以高压锅就起到这样的一个作用 这方面 就是刚刚就把它缓过来 就是把它缓过来 中邪 中邪你们 我相信很多老师都讲过这个问题 就是说我们在高山上面煮饭 时间会比较长 对吧 海拔也高 这个放煮的时间就会比较长 那是为什么呢 就是用房过来 海拔上面高的地方 压力低一个大气压 所以呢 水的费吨温度不是100度 而是低100度 那么温度也低 它真主的时间就变长 真空冷却 就是基于这样的一个原委 导过来 就是说 我把这个压力 降到很低 大家比方说 降到相当于5度 相对应的真光温度 或者费吨温度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因为有这个压力差 它就会自动地蒸发 在蒸发过程中呢 它就会把这个物品的任来的起走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这个物品就能够非常非常非常快 虽然呢 真空冷却呢 这个是我们 我这个做得很早很早 在爱玩的时候 最早就是做真空冷却 这个呢 可以看出有多大的差别 你也看到这个果酥啊 像我们这里进行了比较 这是蔬菜 风冷跟真空冷却的比较 你也看到是明显的差别 因为这种冷却方法呢 这是风冷的 就是用风冷风来把这样给起走 这是通过蒸发来把这样给起走 你可以看到这个明显的差别 所以这个呢 我们这一块呢 是做得非常成功的 而且呢 是跟企业也合作的很多 然后呢 这个呢 这个呢 我们现在呢 还把这个真空跟那个气球 气球 结合起来 气球呢 也是涉及到 我再解释一下气球 气球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 我们现在很多气球 实际上不是真正气球 只是中放气 里头写的气球包装 仅仅是中放气 就是 我们知道 在呼吸过程 它用呼吸酸里头 这个会化碳优氧 这些东西 我们通过把 包装里头的气体 进行调配 来 使到它 没有这个呼吸 所吸入的气体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也可以抑制它的呼吸 所以保鲜这一块呢 手段是很多的 我们可以通过温度 我们可以通过抑制 我们这 记忆里都是一样 就是用抑制它的呼吸 那这个呢 真空冷却用的 这个是我们最早把它用到 重点这一块 手手 手手这一块 这个呢 你可以看到是 非常明显 你可以看到 这是三种冷却方法 这是真空冷却 这三种呢 这三种呢 是水冷 还有呢 就是一般的冷却 还有风冷 它们的这个 这些呢 都基于传统的冷却 保证形式 对流 跟保证 这个呢 是基于 蒸发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冷却速度 非常非常快 这个作品 这一块 当时呢 做这个工作 主要就是 工业界 它在西方 我们吃 吃西餐 吃西餐 我不知道有多少 真正 吃过真正的西餐 它是这样的 就是 有做的 对吧 有牛肉 有这个特别 有这个滑鸡肉 还有那个 那个鸡肉也有 那 鸡肉也有 这些都有 它是 做的都是 做成这么一块 有肉食品的时候 都是这么一块 这么大 然后呢 到五到七公斤左右 然后呢 吃的时候呢 就是切一片一片一片 一片 然后你拿一个盘子 对吧 你拿一个盘子 它这个盘子放上去 然后再给你放一些蔬菜 就这样的 一种 一种 饮食 饮食器官 喜欢这样的 饮食器官 那么 当时做这个 客厅呢 主要就是 它要求 从真主温度 到食度 这个地方 它必须在 两个半小时里头 把它轮到这个 为什么要这样呢 这个因为 这个手柱 它这个安全性 就 又生得高 它 我们真主以后 所有的食品 真 煮过完以后 都不是百分之百的 里头一点 微生物都没有的 都会有 残留的微生物 只有微生物 不会超过 我们人体 可以承受的 量 就没有事情 当然 你这个微生物 它是会 会增长的 而且增长 这是非常非常快 虽然它最适合的 增长 增长 就是增长 能够呢 就是在 60 50 60 这个 这种温度 虽然它为了 这个 这个食品安全 从食品安全 就读来讲 它为了 避免这个 食品安全 试图 它就要求 这些作品 都必须非常快速地 经过这个微生物 快速增长 增长 期间 你不能让它 在那个 天空时间开场 那天空时间开场 里面 你生日的微生物 它就会转得很快 但它就快速地 把它 经过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它就要求 就是政府要求 整个欧盟都这样 要求的 说你必须在 两个半小时里头 把它的门下来 那么两个半小时里头 我刚才讲了 用传统的切换 好非常难 你不想 就把它作写 把作品作写 是可以的 但是呢 你作品作写 它又 从企业来讲 它又 有经济属性 大家比方说 作品作写 它这个 组的话 它的收缩 就会有这个 sprinting loss 它会有 失足力 会比这个 大作品 算起来会比较 比较 凝重 然后呢 还有呢 你在切的时候呢 会有这个 train loss 等等这些东西 然后从这个 生产效果来讲 它主持希望 加工 这么五到七公斤 这样的一个 一个作品 那么当时我们就 开放了这个技术 现在呢 真空冷却在 实体中的 非常非常普遍了 然后我们 做了 八量的实验 证明了这个 真空冷却在 冷却作品这一块 非常非常 秀果非常明显 当时 当时爱尔文十八 还专门登了 棒 专门介绍这个技术 很多年前的工作 这是你可以看到 就是 我这评论是 06年 当时呢 这是一个中暑 就是中暑 我们自己的工作 那95年 97年 就是现在 我们开始 做这个 这方面的工作 那现在呢 这个呢 用在我们食品里头呢 实际上 我们现在 这个 中央族房金块 我们也是 在推的 因为这个外卖 你不能 这个小做法 来 来 来 搞这个外卖 你肯定有 不方法 所以现在就是 国家在推出 中央族房 那么中央族房 这个呢 真控冷却 在这个 中央族房 这一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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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都是 非常适合的 真控冷却 速度 非常有点化 我们 我们跟 这些合作的 真控冷却 是北京 卖到世界各别 像巴西啊 这个 尼泊 澳大利亚 还有呢 就是我们现在呢 现实呢 就是跟气球 气球我刚才讲了 气球呢 我们现在目前讲的气球 基本上就充当性 实际上是没有 调节气球的 我们现在用做的呢 就是用 优化里头的气球 不仅仅的荡气 像跟这个企业 跟这个 素科合作 做这个 气球包装 设备 跟这个 DISENCOR合作 检测仪器 跟这个 M-COR合作 涡膜的 涡膜的透气心啊 等等这些 还有进行应用示范 这个呢 用的领域也很 可以用到活力啊 这个 这个动力啊 这个 各个方面的 的保鲜 这是我们 我们实验室的气球 设备 整套气球 包装系统 这是我们一些 研究结果 是 红一周 红白一周 哪种薄膜 哪种包装膜 不是简单包装膜 符合膜 哪种补合膜 就适合 这个 鱼 另外一个呢 我想跟大家介绍 就是冻结 就是一个呢 是在零度以上 现在又介绍着零度以下 零度以下呢 实际上 很多人都觉得 冷冻食品的质量不好 我相信在座 在座的大部分人 也是这样觉得 冷冻食品质量不好 都是有这种 实际上 这是一个 正式务器来的 你如果到欧洲去 你可以看到欧洲去 你到欧洲的那个超市里头 三分之一的货贵 全部都在买冷冻食品 从蔬菜 到粥品 到什么奶酪 到这个奶制品 到这个冰淇淋 跟冰淇淋 到那么了 但蔬菜 这样很多蔬菜 都是冷冻蔬菜 那么 冷冻食品 这是一个误区来的 冷冻食品的质量不好 这是一个误区来的 冷冻食品 如果做得好 冷冻食品的质量 比新鲜食品还好 为什么这么说 我刚才已经 跟大家解释了 就是说像果蔬 和肉品啊 这个果蔬 采采放了以后 它一直在复兴啊 然后原作品 或者出展以后 它一直 这个品质一直在变化 我们讲的新鲜 如果跟从地里头 栽出来的 刚刚采栽 刚刚树栽的 进行啤酒 当然是没办法 跟它们比较 但是 我们所谓的新鲜 这个是你在超市里头买的 你都不知道 前面它是经历过 什么样的环节 经历过多少天 它是有没有在 人类系统进行运输 或者什么之类 我们不知道 所以它等到你到 你到我们厨房里头 它实际上品质 下降的已经很多了 当然冷冻食品 做得好的话 我可以固化这个新鲜度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刚采栽 或者厨长 那个时刻 我就可以进行处理 今天把它冻结 那么将它当时 这个新鲜度 我给它固化了 那么在低温底下 储藏硬素 它变化时 非常非常非常细微 几乎是不变 所以为什么我们 像作品 可以储藏的很长时间 它几乎是不变 那么 如果冷冻食品 如果确实质量 如果说冷冻食不过关的话 那么就会影响到冷冻食品的质量 它里头起光键因素 是什么东西呢 起光键因素就是冰 就是在冻结过程中 我把这个食品给它冻下来的时候 最冻结过程中 如何控制它里头的水分变成冰晶 对吧 我们有70%的水分变成冰晶 在这个过程中 我能不能控制 它这个冰晶是如何形成的 如何增长的 如何分布的 如果冻结过程中 这人可能会 老师会讲过 就是冻结过程中 冰晶首先是在细胞细胞之间形成的 细胞里面的浓度 里头 我们食品里头不是刚摆的虫水 里头是冻液癌的 我们就食物水 是冻液癌的 细胞里头的溶液 就是我们通常讲的水 细胞里头的溶液 是浓度是比外面的高 所以它冰晶最初 是在细胞与细胞之间形成的 那么冰晶在细胞与细胞之间 首先又形成冰晶 如果说我们不控制 这个冰晶 它如何增长 如何增长的话 它就是会这样 就是说 外面细胞与细胞之间 首先形成了这个冰晶 那么它就会导致 这个里面的水分 通过这个细胞 可以让我们外面迁移 那么这个水分子 从细胞里头迁移到外面 就会导致里头的浓度 越来越高 那么如果里面的浓度 越来越高的话 它里头又接近就越来越难 也就是说它接近地越低 那么你又将它接近 它就越来越难 所以如果不控制的话 它就会里头的水分子 一直往外跑 往外跑 往外跑 贴在这个冰晶里面 这个冰晶就长得很大 长到大的时候 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 长到大的时候 就会挤压到我们这个细胞 会刺破这个细胞 会让这个细胞变形 那么如果说我们这个食品里头的细胞 细胞结果已经不完整了 那么这个食品的质量就受影响了 因为我们解冻以后呢 它里头的质量就会有出来 而且呢也影响到口感 就没有我们所需要的那个 那个质购 我们所需要的质量 就没有那种质购 所以那么动食品 如果技术曝光的话 我们是可以控制冰晶 是如何形成 如何增长 如何奔入 最理想的状态是什么呢 就是冰晶在细胞里头 跟外面同时增长 这是最危险的状态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我们里头可接近的水质量是一定的 如果说我们有一种技术 能够在这个冻结过程中 形成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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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可以接近的地方 我们叫起经典 因你就叫C的 S-E-E-D-I-N-G 如果说我们可以有很多很多很多起经典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它冰晶就长度大 因为水分的量是一样的 如果说我们只有基板 你冰晶你就知道它会长得很大 如果说我们是呈现上万的冰晶在里头 它会长度大 虽然这是冻结技术 冻结技术是非常光剑 影响到我们冻食品的质量 那么西方 像我们现在你可以看到 我们通常讲的树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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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树洞我们超市口汤的树洞什么 都是这种食物 像树洞九州 树洞西 你有没有看到一个树洞系 没有 因为现目前按传统的轮动技术 打不到这个树洞的技术 就我还是不要我刚才讲的 那个导致系数的问题 要把这两个技术很难 所以我们是没有树洞系 或者什么之类的 这种大大的 只是这种小型 小型 我们通过传统的东西 可以打到 像那些什么汪洞啊 什么那些豆子 对吧 也有 这些是没有问题的 那么我们做这方面的工作 是做什么呢 我们就是开发一些新的技术 这些新的技术呢 是我们通过物理厂 来辅助这个供给过程 来控制这个冰筋 在冻结过程中 如何形成 如何增长 如何分布 这是我们现在把 从无序的一个冻结状态 变成一个有序的 可控的一个冻结状态 这是我们的一些结果 你都知道这个 力质保险是很难的 这是我们通过一些新型的冻结技术 冻力质 现在我们实验室都有 还有呢 这是我们实验室做的东西啊 这张PPT是同老师两年前的 所以我们实验室现在你可以看到 两三年前的力质 口感非常好 OK 很多人 包括我呢 我把这位置带去那个 沈农业厅 给力导人尝过 政府一厅呢 他也尝过了 尝过我们现实的力质 就是保存过的力质 还有呢 那个虾 虾这一块呢 你可以看到 我们超市里头的冻虾 都是红色的 对不对 是不是 超市里头的冻虾 都红色 为什么都是红色 超市里头 虾不是 虾 虾应该是这样的才对 但你超市里头 看的东西 全部都红色 知道为什么吗 那些虾全部都是主过 不是全主啊 就是红色 那个对 因为为什么 不能在地上地下 它那个虾不会变黑 特别会很厉害 所以呢 它如果不是处理过的话呢 它这个 保存时间 这个色下 就不好看 就很难卖出去 但我们这个技术呢 就不需要处理 我们新鲜的虾 就可以把它冻起来 你可以看到 10个月以后 还是非常特别 这个是一些照片 这个照片呢 就是这个 你可以看到 这个传统的 通过传统的东西 你可以看到 这个品质差距就很大 这个是通过我们新型的冻结技术 这个是一些数据的地球啊 这可以看到 这是五个月 这个PPT PPT很老了 一年多 一年多两年前的PPT了 你可以看到 可以看到 新鲜荔枝 这些都是 是用来衡量 这个荔枝的新鲜度的 口感呢 你可以看到 各个指标 新鲜跟这个 冻长五个月以后 你可以看到 差别 之间的差别 这是西洋的结果 在这一块呢 我们 因为我们做了很多 新型的冻结技术 虽然我们还跟 那个 在合肥的 美帝冰箱事业部 共建了 这个 美帝 那个 美帝包装大 这个 这个 那个 那个 这些 这些 全部都是 美帝机房提供的 冰箱 他跟我们合作是为什么呢 他就想 看看 下一代冰箱会是怎么样 就是 新型的冰箱 能不能把我们 现有这些技术 给它 融到这个新型的冰箱里头去 那么 如果说 我们这些技术以后 能够成功地 融到新型冰箱里头 那么 我们自己 就可以 食品的 那个 从前里头 或者说 从你的后花园 或者从什么地方 蔬菜 和薯藏 就直接放到 冰箱里头 就可以放 之间很长了 然后呢 我们还构建了 因为为了更深层次的 去探讨 这个冻箱的机率 我们还构建了 这个冰箱的观察系统 可以看到这个 这个我们实现实的 冰箱观察系统 可以看到 这个在新型的那个冻箱 在图片下 它的值后是怎么样 这些都是新型诸咒 这个图片 还有那个通过冻箱以后 不一样的冻箱以后的 那个图片的比较 那下面再讲一个 也是非常非常新的 食品低趟体系 这个呢 也是在全球我们 最第一家在做这方面的工作 那食品低趟体系 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都现在都在讲 低趟低趟对吧 低趟体系统 什么之类的 大家可能都觉得 气质排放 气质武器 影响最大 实际上 实际上这也是一个 武器来的 食品 食品整个面流 从田间 就从种植栈开始 把种植栈放进去 施肥 就是那时候开始 到采摘 到加工 到包装 到修寿 到修费者手里 到我们把它吃了 吃完以后 我们剩的那些 不吃那些东西 灰气物 怎么处理 这个我们就是 就食品整个面流 整个面流 从最初到最后 包装到 甚至是 这个灰气物 垃圾 怎么处理 这个整个链球 加起来 这个整个链球 加起来的 烫排放 占全球 总排放的 三分之一 是一个 非常非常大的体验 三分之一 的总排放 就是对于这个房间 所以呢 当时在做这个工作呢 为什么会 这个很早 就 六七年前 就第一次 第一家来做这个工作 主要是 我是出于这种思考的 就是说 我们现在 所有的冰箱 所有的电气产品 都有能及 对不对 ABCD 来 表示它的能耗指标 耗电多少 耗电多少 都有这些能及 我当时是基于这样的事情 就是说 因为 这个 碳排放 对全球的影响 非常地大 而整个食品行业呢 又占全球的 上半之一 那么 是基于这样的一个 设计 就是说 如果说 我们 对食品 这个低碳体系 它如何计算 如何 这个体系 没有 掌握国家 没有尽早地 把它建立起来 我当时在做的时候 西班已经 有些 企业在做 它是 企业在提供 企业在做 企业是很厉害的 它 这种 这种大企业 它那个鼓作 这信息 鼓作得非常难怪 是企业 企业在做 那么 它如果 说 等到一段时间以后 它那边 这个体系 已经建立起来了 怎么算 怎么标注 像这个ABC 这样的话 我们是个国家 咱们国家 还没有做 这方面工作的话 那么我们就会 受制 受制 业一整 是非常严重的 为什么呢 它如果到时候 说每个食品 我都必须有个标注 探盘多少 因为这个 是影响到 房间的 我这个食品是怎么 加工的 什么 最后 我包装上就标注 探盘多少 我们国家 没有这套体系 没有这样的标注 那么我们制作 食品 就更得出血 这也就是 像 十几年前 我回来讲学的时候 我就在讲 中国 跟企业讲 你们赶紧搞 这个HKCP 因为欧盟已经 全新 全面推行 又出这个认证 一样的道理 但是这个比 这个比超前了 那么 就基于这样的一个思考 所以就是 开始做这方面的研究 就是说 如何来 建立 这个 低醣食品体系 那么建立低醣食品体系 首先 一个名字就是说 如何算 如何丢注 如何算出来 看光景 如何算 这是我们首先都做的 我们又知道 什么算 才能知道 哪些是低醣的 哪些是 醣排放度会高的 那么就做了 这方面的工作 所以呢 就是 在政府成年上 我们也是 一直在服务 这方面的工作 是要做 你可以看到 这很少的 有理由 我们在世界上 在国际上 是包括了第一篇 系统介绍 作为建立 视频体系的弓线 还有呢 第一篇 主研究 这个混沌过程中 这个 烫台版 如何操作 的弓线 而且呢 我们还 就是 也是 世界上第一篇 在 因为呢 整个视频面 是非常复杂 你又把它 给创起来 给它 算起来 这算是很难 很难 当时是 我是基于这样的 一个思考 就是说 整个视频都是 所有加工过程 都是配 因为我 有化学工程备 所有的加工过程 都是可以 用当元操作 来分的 那么 最后 说我能够 从当元操作 这个地方进行突破 每个当元来算 每个当元操作来算 每个当元操作来算 那么食品加工它是 都是由 大元操作 组成的 那么最后 就可以拼起来 就算出 这个加工过程 它的碳排放是多少的 所以呢 就基于这个思路 我们是 世界上 第一家 可以算出 可以算出 通过 定量的形式 算出这个 加工过程中 这个碳排放是 怎么来确定的 这是我们一些 计算的一些 机会考虑的东西 好 最后 跟大家介绍 这个微博 食品安全工程 这个呢 是 这个呢 就是我们跟美地 在顺德的美地 微博 出房电器事业部 合作的 这个工作 现在也在做 还在做 就是 主要是 记忆体方面 跟 跟美地合作 主要是记忆体方面 美地刚开始 跟我合作的时候 他的微博 修售 是比格康斯 差很多的 在美地的微博 修售 合作愿意把 克康斯 甩到后面 大家都知道 呃 就是 就是这样 就是当时 他的 副总裁 来找到 说 他 跟我合作 主要就是 当时 网上 补贴 该地的 对这个 微博 卢啊 的安全性啊 有很多 负面的报道 那么 他 来 给我们做 然后呢 通过 我 这个 作为一个科学家 这样一个平台 来把这个 纠正一些 学会准备一些 认识 所以呢 我们 也是做的 相当相当多的工作 首先呢 我们是 做微博物 安全性的 问题 安全性的 就是 微博物 加热 首先 微博物 加热 均匀性 微博物 像 有些 船里面 日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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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菜 日 盛放 盛菜 就像 有些 船员和 潮流 等等 我们做了 很多这方面 工作 我们也做了 这个 微博物 跟其他 更正过程的 啤酒 会不会有 致癌物质的 产生 等等 做了 非常多的工作 网上呢 也是有 非常多的 报道 就是 那么 在这种情况下呢 美帝 我觉得美帝 他们这种 企业很聪明的 他跟我合作以后呢 他永远 超过格兰市 厂值 增加了 的十个亿 为什么呢 我后来在这些 为什么 为什么会这样 这种情况 因为呢 大部分人 大部分 大部分 社会者 他都 没有这个 知识 对齐 所以呢 他如果要 我们进 买一个微博物 他可能会 进往上 现在大家都 老太太也会 上 就进往上 收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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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看 圣章在上面 说微博物是 安全的 而且是跟美帝 合作的 那肯定是美帝 微博物是 安全的 比特朗是安全的 那我就买 美帝了 我自己猜想 可能有这样的 一个 而且这因素 还蛮大 我自己猜想 所以他休战一下子 就转过来 那么我们 我们做了一系列突破 有一个最大突破 现在 有一个最大突破 就是微博解冻 你可以看到 这是微博解冻 用过 用过微博物的 人物之大 从冰箱里头 那个动作拿出来 放到锅里 它实际上有 这个解冻功能 你一解冻完了以后 你发现 就是看到没有 这都快熟了 其实还是硬的 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那么我们 我们 彻底给他解决了 这部分 2015年底 2015年底 他们25款 新上市的微博物 都把这个技术 用到里头去 而且专门 放了这个按钮 有标注 叫护一度解冻 护一度解冻 就说 我们通过一系列的研究 精确地锁定 它的解冻功度 应该控制在 哪个地方 就是我们做 一系列的研究 扬发现 你可以看到 这个是解冻过程 解冻 温度往上升 在植里 在这个护一度 这个地方 这地方 它的剪切力 还有它的 它的温度 有一个剪切力 这个是没有格式出来 得量 然后呢 我们精准地把它 就告诉他 你这部一波炉 又把这个解冻功度 而不是说随级的 让它这个就是这样 把这个功度锁定在 护一度这里 那么护一度 护一度呢 刚好是 因为我们 冻结功度 平均的冻结功度 是负的 初次冻结功度 大概平均 大概是负的1.8 大概这样的一个功度 不是在零度 实际不在零度 零度冻结的 是第一零度 大概的 负的1.8 那么精准地把它锁定在 负一度指令 这个我们也生成的 模型装备 国内装备 批了也生成的 模型装备 现在是 而且呢 它也注册了 它们也注册了上标 负一度解冻上标 然后现在 你新上市的微波炉 看美帝的新上市的 不用看那个老的 老的房子 新的房子 2015年 新上市的所有的微波炉 都把这个技术放 这个技术放到里头去了 而且终于按了负一度 现在就是 你不管 多大的肉 从冰箱里头拿出来 用它这个微波炉 按这个负一度 解冻完了以后呢 这个肉呢 还是硬的 但是呢 我们用包片把它切它 可以非常顺利地 把它切成很棒 很棒的肉片 这个呢 如果说 做饭的 做过饭的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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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或同学们都知道 有时我们有 切肉片 对不对 我们还 得把它放到冰箱里 让它冻 硬了 然后我们才来切 才可以切得很精英 很薄 特别是我们想 炒肉片 这个精英度 很重要 那么现在用这个微波炉 用这种新款的微波炉 纳热来解冻 就可以达到这样的秀 然后我们还做很多的 包括我们跟他们一起开发这个 微波烧烤 微波解冻烤烤 就是 冻肠 从冰箱里头纳出来 烧烤 如果说 不需要微波 那就是很慢了 再加上微波 然后又有这个香味 做了这些工作 开发的一些产品 还有呢 就是 可以看到这个是 对致癌物质的比较 就是 你可以看到这个是 微波 最后这个量 你比较 比较一下 这个量 微波原本比烧烤跟风烤 安全的多 微波加冻食品 看到没有 这个 这些都是第三方检测的 我们送到外面去检测 不是我们自己检测的结果 就是我们不同 这个不同交流模式 然后剪成逼酒 然后还有呢 营养性 对微波的营养性 前段时间 我们跟他做这个 偷摊的过路 如何拿来偷摊 这个也是跟我们这个生活 密切相关的 就是说 是不是我们最后 能够开发的这个 微波 微波波 专门 做来 广东 我们喜欢喝汤 对不对 你现在喝汤 又 又花很长时间 一直在那里 慢慢慢慢的 那个 那个 波 但是呢 如果说 有没有可能 我们输得比较快 然后呢 就同样 达到同样的秀 这是我们 在跟他们合作 在做这方面的工作 那这是 这是 2013年 刚开始 跟他们合作 然后就取得了 一系列的 成果 然后这个 这个是 这个是一些 从来 华南武功大县以后 取得的 一些 一些奖项 就是 2016年底过来的 就是 包括我们 做一部 二登奖 商登奖 省一登奖 等等 这个奖项 还有呢 这个 这个数 这个数据呢 是很老的 这个数据是 李军跟他 结局的时候 的数据 就是说 2016年 2016年底的数据 就是说 我在华南武功大学 在 那个 那五年期间 总共 累计 申请状列 有这么多 然后 这些都是 以华南武功大学 作为 单位来补进的 不是派人的 全部都是 以华南武功大学 包括论文 论文是 以华南武功大学 作为第一作者单位 第一作者 第一作者单位 来统计的 不统计 亚南武功大学 全部都是 你方案的 领功大学 作为第一作者 还有第一作者单位 的论文 可以看到 大部分都是 都是 我 我对 学生的 要求是 二七 就是 又花 二七年以上 论文的话 就花 二七年以上 虽然你看 我们都是 都是 一七二七个论文 然后呢 我们 我们 很多论文 都是高贝 这也是 一个问题 咱们都知道 咱们 华南武功大学 农学是 双业 比较 华南武功大学 没有半分水田 但是我们的农学 是双业 比较 这是 我三一只在说的 为什么 你 这个呢 就是我们 食品这一块 食品 因为呢 咱们的农学 食品呢 大鞋课里头 都归到农学 里头 所以呢 我们团队在这一方面的贡献 是非常非常大的 双业里头 它就是又算这些高贝影啊 说这些1727啊 像我是 我是联系上面高贝影和学家 然后算这个高贝影诺农啊 ESI 高贝影诺农啊 对 它是专门就算这些东西的 那这就是为什么咱们学校 在农学里头 没有半分水田 但是不能够拿到 国家所有的 建设学课的原因 活农很不服气啊 他们大把水田 这个我听了很多 他们非常不服气 这是 这是 节级的时候 我们的项目 你可以看到 我在 我在咱们学校是 真正和实施的 你可以看到 都是我主持人的 这个项目 还有 创贵基道保持的项目 还有这个 我们的入农清单 你可以看到 这个 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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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生 历史上都是这样的 就是 学生是肯定是第一座 我的学生 OK 我就拍第一号 第三号 什么之类的 你看 全部都一集 他们 高贝 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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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怎么办 三期设计 很少 因为 我们不发生 策略 然后装备 是我们装备 经济 然后在 在 在国际合作地方 我们也是 做了很多工作 包括 2013年 我们到了 这个 第八届 国际工程 大会 真正的国际会议 拉了一百多元老挖 而且当时那个副从罗 看到没有这是副从罗接电了 接电会见会场 当时因为当时我请了 八位西方发达国家的面词 包括美国工程 这是每年 我现在是这个每年有班一次 在咱们学校 2017年是第二届 2018年 今年11月份 日记已经定下来了 通知也马上会发出去 会是第三届 第三届是英语的 虽然同学们如果说 感兴趣可以关注我们的网站 我们会在网站上发通知 第三届的时间 还有来做报告的专家和协议 都是因为我在国际上的网站 我们能够把这些大门给起破 所以 网站到时候会介绍 我们中心的影响是很大的 这个每次回来都是会 会有朋友来 又来我们这边考察 像前两天那个 那个广州社的那个 那个农委吧 还跟我联系说 他没有大队过来 说下星期 下星期 我告诉他下星期 那我明天晚上就走 就不再日子了 有责任 下星期 好 最后 谢谢大家 好 谢谢孙院士的精彩报告 孙院士确实是我们华人的骄傲 报告的内容非常的丰富 让我们了解了 院士在实景工程领域的 研研科技成果和发展趋势 接下来我们有15分钟的交流互动时间 请大家踊跃提问 举手 举手 可以举手 举手 工作人员 丁香化的模特 这边这个 红色衣服的女生 大声点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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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问一下在他们能够检测出 就是说我在考过之后能够检测出食品当中的 比如说它的蛋白 它的各种营养成分的含量 就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我现在点一个便当 我想知道这个便当它能够给我提供什么样的营养成分 能够给我提供多少个量能够做到这样的 就一个问题吗 谢谢 OK 这刚才讲了 因为你 我们你学习品也知道 这个光谱 赤片碱是这些 你刚才讲的这些东西 对不对 那么光谱赤片碱 这个 呃 呃 这些成分 那么 成像 高光谱技术 仅仅就是 光谱跟成像结合 从点往面上扩大 你原来呢 可以剪的东西 光谱能剪的东西 高光谱的东西 但是呢 我们最大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呢 不是点 而是指的面 虽然我们一扫过来的话 大家比方说 你讲的那个 呃 说什么 蛋白啊 或什么之类 对吧 扫过来之后 我们就可以通过一些算法 可以把它里头 当在你各地方 就给扛量多少多少 我们都可以给它解析了 也就是说 它可以时间做到 我来 别说它能做时间 我买一个便当 我找过这个时期之后 才就可以知道 它的所有的热量 或问题的影响成分 对吗 你如果想做 热量也可以做 因为热量呢 热量呢 就不是直接的形式 热量是通过 其它的成分 对 然后我们这个 有论热量 就是减热量的 也是可以的 但是呢 并不是说 里头还有 有一个问题 就是光谱 就是我们光的渗透性 这会影响到 这渗透多少 就是跟这个渗透性有关系 如果说光能够达到地方 我们就能解析到那个地方 它达不到 如果说它这个渗透性很弱 那么我们可能就看不到里面的东西 明白吗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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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下一位 前面第二排 这个 那个人员 第一条饭 然后我想请问一下 就是 现在关于食品安全的那些什么农药残留和受药残留 能否通过您的这个方法同样检测出来 刚才在做报告的时候 我刚才提到 就是说 我们高谱的技术做到前两年吧 前两年呢 因为我们想把这个技术 从延伸到这个物理链元素 物理链元素的那个检测 那物理链元素就是在农场 基本上就是数理制造 不是成为成为是比较容易做的 品质是比较容易做的 食品上是比较固 基本上就是物理链元素 那么我们又把这个技术 推到这个物理链元素里头 我们碰到的瓶颈 瓶颈后来呢 我们就 也是目前在做的 就是我们把这个技术衍生了 我们现在用挖断而成这样子来检测 这是现在目前就是在做 就是又解决这个农场 或者其他藏油 或者农友藏油 或者其他藏油的解釋 这样就在做 好 下一位 我看右手边都比较踊跃 左边的有没有提问的 或者是后面的 没有 那我们还是 第一排 只能说左边的比右边聪明的 第一排的比方 所以这时候你好 不行 请问一下 现在那个光谱呈现技术的话 有没有做成一个讲话吧 这话就例如我在实际工作中 可能 假设你运用在那个生线食品的话 我们利用在那个农场 农田里面或者 火灵里面 到我实际队的产品进行一些 就要完成颜色的检查 没有 听得太明白 有没有问题 就是你那个高光谱的呈现技术 现在有没有一个讲话吧 设备 这样的话我在实际应用中 我就可以在种田里面 或者说是产地里面实际去应用的 就是说我们那个设备 有没有到产地以后去应用 是不是设备的 对 例如是 例如是生产基地 例如是 例如是 例如是讲说是蚂果的话 我就在种植基地 是可以进行的 有没有一个讲话吧 你们 你们哪一位帮我帮你一下 帮你去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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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刚才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能不能简化 简化 就是把那个 把那个设备检告是不是 对对对 把那个设备检告是不是 把那个设备检告是不是 OK OK 多问一个吧 这是第一个 然后第二个 然后技术有没有用于在一个 直接打假的范围 例如我可以讲说 羊羞福大杂蟹啊 或者说武产大礼 这个范围里面 我同学你再帮你一下 帮你一次抽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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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这个技术能不能应用在那个 羊羞福大杂蟹和虎长大米的这种 类似这种食品中 OK 明白了 好 谢谢 一个呢 就是一个问题 这种设备检化的问题 因为这个设备呢 实际上 设备如果说高光光 成长技术 如果说 又真正做成解脱形式 就是那么一种技术 就是多光光 多光光 什么意思呢 多光光光就是说 因为高光光呢 我们是我们是纯玉满这样来扫 所有的波动我们都有把它扫过 这样的话 这个开光出来的设备呢 它就涉及到这个海洋数据 那么实际上真正又用到这个实际上的过程中 那么最终还是又变成多光光光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我在这个扫的过程中呢 并不是说所有的光光光都有用 其中的这些光光是非常有用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只丢那么几个光光光 大家比方说五个最好的光光光 给它结合起来 或者四个当然变少变好 这个设计到我们所有设计这个 这个设计的时候就设计到这个 我怎么把这个丢着放在那里 只是塞出这个我们所需要的光光光出来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就是简化就是可以必须做到这样 而且呢 也是国际上把高光光光用到实际应用里头 必须走的里头 就是我们必须把这个海量的数据给它减捞 把这个特性光光光给它找出来 然后给它通过模型各个手段 然后直到我们这个设计 实际应用里头 并不是整个全力的这样的全部来扫描 而只是扫过去以后呢 我们是在特征波动以后 我们把这个数据提出来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它速度就很快 就可以达到我们实际应用的面对 那么大大线还有一种什么 我没不熟悉啊 可能就大闸蟹吧 大闸蟹 大闸蟹 因为我知道这个大闸蟹 有些像其他蟹放在阳神户里头放两瓶 就说是大闸蟹 对吧 这也有 我觉得应该是可行的 关键是 你又找到大闸蟹 能够表征大闸蟹的特征光光 究竟大闸蟹 因为我不知道它的主要特征光光光 在那里 或许是成分 或者是什么东西 甚至或者是形状 都有可能 或者大闸蟹就是这种形状 对吧 我没有找到它的 如果从成像的话 我没有找到它的特征光光光光 也就是说它无一能够表征这个大闸蟹的指控信息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我能找到 我就能百分之百的七分 这是不是大闸蟹 这个 这种技术呢 实际上 现在用到这个 这个 防御肥肥方面 包括Ventic Dictation 这一块已经用得非常精通 就说 我们那些制度 反的像七白色的制度 然后又觉得很厉害很厉害 又比较好 那个七白色的制度 但七白色的征集 跟你 反的征集 你看反的非常非常漂亮 一毛一样甚至是一毛一样 Coffee Pay是一毛一样 但是呢 别准它的齿的名分是不一样的 跟你 你在做旧 或者买到最后 你都没办法 复制它当时那种指质 或者说它当时很默的那些东西 所以呢 这个呢 它找到了它的特征工夫 它就能够非常有秀的 来见解这就是真的 这是魔法 所以这个呢 是 从理动上是没问题的 但实际应用 就是你如何找到能够表征 大招线的指负信息 特征 特征波段 在这种情况下呢 只有你能长大 就没有问题 好 我们最后一个问题 好 最后那一排那个男生 谢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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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文明师你好 我是一个本科生 我想问一个很检讨的问题 就是 平代招说 若是你又生的时候 有什么要求吗 首先 首先 我非常欢迎在座的本科生 报考我的硕士 在座的硕士生 报考我的博士 我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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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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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生呢 我最 看重的 就是 并安 因理的能力 因为 我没有 这个 这是 对我来说 我觉得这是一个 疲惫的要求 因为 你又 掌握 最新的 知识 得福啊 我的贡献 是很多 当时呢 国际的贡献 非常非常重要 虽然在 英语集快乐 我是有 要求的 我一般是要求 有六级 但是 我知道 在座的同学 这个六级 那是 9K型的 对吧 相信你们都是 都是 通过六级 因为 你们跟我不一样 我这年级 我这年级 你知道我的英语是什么 我的英语是从 本科 才开始写的 本科啊 七八几啊 上大学的时候 中学小学生 没有写英语的 本科是从ABC写起的 两本 一本是 我现在记得 他很清楚 上海就大的 就查案 上册这么后 就是英雕 ABCDE 对吧 然后呢 那本写完以后呢 有一些简单的破译 那本写完以后呢 就厚的这么一本 就是 就是 科技英语 里头就是 什么组成啊 什么这些 全部 全部就这样 所以当时我们这批人 我们这批人 是 是 真的是很烂的 我是过了 很 很大的功夫 去提高我的英语 在国外的时候 我记得我们当时 在国内读书的时候 当时请了一个外教 然后外教 看到一个 我们班一个女孩子说 Oh you are so beautiful 哪里哪里 Where where 然后外教就 中国的文化很奇怪啊 你这个 You are so beautiful 在我那边 Oh thank you very much 很高兴 我也在什么地方 Oh your ears You are so high You are so high Your face everywhere So beautiful 我记得他有一次考试 很简单 我们考试很简单 没口语的 考 英语方医生中文 How are you 方医生中一个东西 怎么是你 后来第二次考试 How old are you 方医生怎么老是你 你现在 你现在 现在我们都 補充在这个问题 六基 对你们来说 是什么配置 OK是 这个呢是我 我 这个是有 这个音识有有求的 然后另外一个呢 就是你的科研论 科研论 我看中的就是 有没有这个 这个做研究的 做研究这个天 实际上 我在观念做 做的时候 我经常是跟同学人讲 就是说 你不用因为 因为你如果说 做科研这些东西呢 你首先必须有兴趣 你如果有兴趣的话 你不用 人家都读博士 联系 人家都读博士 你读完以后 特别特别累的 但你如果说有兴趣的话 你自己读 你会读得很开心 你有一篇文化 你发表完以后 你会觉得一篇文 你是欣赏的 如果发表了 你会欣赏的 一个月来培养 就像我当时一样 所以呢 我就说 就说 就说 你本身 有没有兴趣 做这个科研 你如果有这个兴趣做科研 通过我同学的培养 只有你有兴趣做科研 有 通过我同学的培养 我有招过 知识比较差的学生 但现在做得非常好 有 有这些 通过我同学的培养 你最后还是可以 非常舒适的 所以呢 就是这样 首先呢 不用说 为了找一个工作 为了找工作 来读个研究生 或者什么词 你如果说 又读研究生 又特别是又读博士 你首先 又有这个 自己又有这个信息 不然做得很累 你看我这样回答 能不能回答我们的问题 好的 好的 由于时间关系 我们的提问环节到此为止 那么感谢孙院士 今天的传道授业解惑 给我们上了一堂难得的科普传播课程 那么未来 今后我们 广州市科协更好地做好各项工作 市科协决定为出席广州科普大讲堂的院士专家 颁发专家聘书 现在我们有请 讲堂的主办方领导 广州市科协党主书记 副主席 陈爽博士 为孙大文院士 颁发广州市首席科学传播专家聘书 有请陈书记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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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陈书记 我们也衷心的希望 孙院士今后能够多指导 支持我们广州市科协的工作 那么现在我们有请学生代表 华南理工大学学生会主席 张国新 为院士赠送世纪木棉纪念水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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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我们有请陈爽书记 张勇副主席 曾庆教授 李便生教授 以及主承办单位的嘉宾 到台上合影留练 有请各位嘉宾 有请各位嘉宾 各位听众 广州科博大想餐 第145期期 世纪木棉的256场活动 到此结束 特别感谢 讲坛的成败单位 广东省食品学会 华南理工大学团委 为讲坛顺利主办 提出的各种努力 欢迎大家出货 广州市科协网站 官方微信 了解科普大讲坛 以及市科协的特上活动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